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群暴徒用剑射穿了一只狗的头部 索性它被人及时发现得到有效救治 现已无暗 相关图片被传至社交媒体后 引发网友围观 据动物诊所训练经理尼基索尔·尼埃萨尔说 它在家中的后门狼 发现了这只名叫洛卡·罗克的狗狗 在察觉它的伤口后 立即为它进行了救治 令人惊喜的是 在它为该狗狗拍摄X光片时 发现见奇迹般的 错过了它的一些重要器官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据悉 现在这只可怜而幸运的狗狗正在慢慢恢复中 生命体征也趋于平稳 很快就能和主人一起返回家园 对于洛卡的这场不幸 该诊所表示 将悬赏一千五百美金 约合人民币一万元来向大众 征求相关信息 争取早日将暴徒绳之以法 实习编语 理科新神稿 朱颜库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